洪秀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政教合一的统治者 因为呢 其他的皇帝都可以称自己是天子 皇帝的地位嘛 君权神兽 寿命于天 就算你文治武功 千古一帝 你再牛逼 旁人也把你当作一个世俗的统治者 可洪秀全不一样 他不是天子 他是天王 他的地位呢 也不用君权神兽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神 所以呢 他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双重身份 一个呢 他是太平天国的国君 拥有世俗的权利 另一方面 他又是拜上帝会的教主 又是精神领袖 你的灵魂和肉体都给我管 这个太吓人了 这个拜上帝会呢 是洪秀全自己搞出来的一套 忠不容 羊不羊的玩意儿 可以说就是挂着基督教的羊头 卖着自己的狗肉 最开始呢 还真把梵蒂冈给唬住了 梵蒂冈认为呢 如果太平天国运动能够成功 那么在世界的东方 将会出现一个人口超过四亿的基督教国家 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 所以在1854年 梵蒂冈还特地的派出了一位书籍主教 为特使来到中国考察太平天国运动 想帮助洪秀全一起打击清政府 结果一到南京这么一看 蛮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太平天国声称 耶稣是上帝大儿子 洪秀全就是二儿子 而且上帝的形象是一个穿着道袍的白裤子老头 背后还背着一把宝剑 这哪是上帝 这不是太上老君吗 而且还搞什么萨满教的跳大神 大仙附体 这一套鬼把戏 把书籍教组的鼻子都给气歪 洪秀全当初在今天起义的时候 清政府曾经一到圣旨 把林泽旭从新疆调来任云贵总督 专门负责剿灭太平天国 这帮泥腿子一看 林文中宫来了 吓得立刻做鸟兽散 结果造化弄人 林泽旭在上任的半路上病死了 才让这帮泥腿子逃出升天 太平天国在早期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 其老百姓普遍文化程度不高 让这帮人一忽悠 耕者有其田 居于者有其屋 不用交税 有钱还一起花 再加上对清政府的统治也是恨透 于是乎太平军从今天一路打到了南京城 可这个拜上帝会 它是个宗教 宗教就有极强的排他性 拜上帝会 就是其他所有宗教和思想 那么妖魔 据太平天国史料 《从编剪辑》中记载 太平军进军湖南湖北的时候 沿途所有的孔庙 关帝庙 岳王庙 佛寺 道货 全部烧毁 尤其是到了南京城 更是片马不留 当年南京大包恩寺有一个树立塔 这个树立塔始建于永乐年间 高八十米 通体 塔身通体用树梦 镶嵌内部铺满的地砖 是景德镇御妖厂 烧制的永乐青花瓷地砖 前几年呢 加世德拍卖 还出现一个这样的地砖 拍了上千万 结果让北王 北昌辉一把火就给烧了 现在南京博物馆 还零能看到一些碎片 另外历史上大规模的焚书 秦师皇第一 胡秀全绝对是第二 占领南京之后 宣布所有诸子百家的书 全部为妖书 一端邪说 不准送奴 也不准买卖 要求全部收缴 烧毁 否则问罪 那么镇江文宗阁和扬州的文慧阁所藏的四库全书 一把火都给烧了 后来由于民怨实在是太大 不烧书了 改删书了 系统呢 删改了四书不经 删改之后呢 经天方同意才能学习 一看这六朝古都 秦怀和两岸 灯红九绿 阉歌应舞 那哪真是留老了近的大官员了 你找不着北了 洪秀全在今天的时候 嫔妃就二十多个 到南京呢 多的数不过来了 都开始编号 今天一号即时 明天八号即时 他出门做六十四人台的轿子 当时大清的支县 做二人台的轿子 支府呢 做四人台的轿子 朝廷的正二品以上的大员 在北京也只能做四人台的轿子 出了北京 才能换成八台大轿子 大清的皇帝呢 出门是十六人台的轿子 皇帝死了 出殡的棺材 才是六十四人台的 那么洪秀全呢 这是天天出殡 而且呢 他还特地给人家 还到处给人家锋芒 一口气封了两千多个网页的头线 当时都严重贬值了 那太平天国 前前后后闹腾了十几年 最后为什么会失败 除了内部的内耗 和贪腐以外 最重要的 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 他就得不到江南士大夫 阶层和都书人的支持 你想啊 你把孔庙砸了 四股权术都烧了 人家能支持你了 而且在古代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你得不到 士大夫阶层和都书人支持的政权 你是长久不了的 另外在那个时候 第一次亚边战争已经结束了 可以说国门已经打开了 新世界的这种风已经吹了进来 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近代 如果红球权早几年搞这玩意儿 兴许能够成事 到了那个时候 西方的先进思想也进来了 连清皇朝都被迫开始适应这个新时代 你天国太平天国还玩这一套 在历史的车轮面前 你真是唐壁挡车了 他搞的这一套政教合一的神话模式 他必然会排斥文化和科学 文化科学越昌明 这套东西就越玩不下去 所以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历史必然 好了 我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 在这里只是对这个问题 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手底有30名员工 30台防刃机 需要做一些个面料出来 假设这个老板非常有创新意识 他打算从每一个做面料的 每一个工序上开始着手 改进 当然要创新教会有风险 他从做衣服面料的锁扣开始 做锁扣开始 他去咨询了周围的很多的人 去获得新的方法 当他咨询了之后 他咨询询问到周围的人 提供他的新的方法 说是在有个大学 有一个教授 在这方面掌握了新的技术 你可以去问他 他就去到这个教授 得知这个教授 并不是研究面料的 但是是研究防纫机相关的这些东西 但是他所提出来的那种设想 就完全能够帮到企业家进行去改进 他通过改进以后 大大的提高了他的工作效率 而使他生产产品非常的优秀 他得知他就想到了 我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是需要不断的创新的 我们就能够感觉到 他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从最一开始 他是生产面料 我们普通人要生产面料 就是用防纫机去不断的加工 但是他就有创新思维 他就在防纫机的这个 就在做面料的这个过程当中 去不断的去创新 去改进 怎么样想办法 去提高他的效率 使他这个面料做出来更好看 就因为他这样的改进之后 他在防纫机上 发生了一些个变化 所以他这之后 构建了一些个相当优秀的防纫机 来提 用防纫机来提高他的这个效率 提高他生产产品的这个效率和水平 之后呢 由于他得知了这个 日本自卫队 要生产新的一些个自卫队的服装 他就去找人去接过来 这个订单 一下子就使他的企业规模就扩大 我想在 这也是我们这个 所有的一些个小微企业 包括这个个体创业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现在面临这样的困难困境 如果使自己的小企业 变得发展 发展壮大 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不断的创新思维 去感谢我们现在的这些个 生理过程当中的漏洞啊 或者是短板啊 或者是弥补我们的不足 当我们把这些都弥补不足 补全了之后 我们就会不断的变得优秀 那么人才就会有聚集效应 慢慢的就会过来 我们企业的规模也就会在不断的扩大 其实我们看前人这些个著作啊 这些书啊 这些个故事 虽然写的也都是很精力 虽然写的也都是非常的恨 很精彩 我们应该从他这些个故事和书当中 去汲取营养 汲取我们有关方面 有关的缺失 有关的这个 汲取我们身上应该 需要改进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我们读书 大家有可能会认为 我们读书啊 你在学校里头正儿八经的 上学念书那家读书 其实不然 进入社会 你更需要去读书 去不断的发现自己 去不断的改进自己 到社会当中 你才能更能力点出来 在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 这都是课本上讲话 或句话是 你几乎在社会上 你根本都拥不到 但是社会这边说 社会里面这些个书籍 这些个人情事故 才能更能让你去到 一些真的 真的东西 真的真实 好吧 谢谢大家 我们аем好多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